七叶一枝花 深山似我家 拥躯如玉者 依似手拈拿 这是大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 对特殊植物 七叶一枝花的描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大山里边可以看到了 是一片的七叶一枝花 那么大家后来看一看 七叶一枝花呢 我跟大家讲 也叫虫楼 这是一层 这是两层 所以老百姓把它雇命名为虫楼 那么七叶一枝花 实际上它不完全是七个叶 两重顶一个花 实际上它有七个叶的 八个叶的 还有六个叶的 还有十个叶的 七叶一枝花 可以说已经被列为国家 濒临灭绝的特殊药用植物 所以我们大家伙在深山老林 如果遇见了这种珍惜的七叶一枝花 我想说我们第一要好好欣赏它 第二我想说要好好地保护它 千万不要去挖掘或者去破坏它 关注我的小视频 我将带领老伙计们 小朋友们认识更多的特殊植物 那么七叶一枝花 老伙计们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它了吗 by bwd6